今天收市之后的iMoneyCafe 跟大家谈谈一下市场 今天市场比较反复 又不是偏远的 收市回稳 其实责幅上落的也是 可能市场上升至24,500点 其实也介乎在现在50天线附近 升穿了10天线20天线之后 看到市场的动力就不太够了 今天成交金价也剩下993亿 其实也剩下1千亿 就是比之前的水平少很多 所以看到市场比较没那么多方向 而且看到近期真的升穿了之后 现在真的比较鸽定 可能是在美国总的选举之前 说一下大市今天 全日收报24,569点 升了27点 全日成交金价993.2亿 再对比之前的几个交易日 从1300亿一直下来 1990多亿 其实就少了很多 其实都可以反映出 好友也好 淡友也好 投资者 在市场开始比较出于观望的态度 为什么观望的态度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恒之走势图 恒之走势图方面 其实就看到 或者一条线给大家看 就是首遇上升轨 上升轨 上升轨有多厉害呢 其实就不算很厉害 升了上来 22,888点 看到底之后 升回上来 15,000至17,000左右 但是升穿24,000 再上个星期一 升升500点 升到24,600 那一下 其实就差不多 有些 呆滞的地步了 看到今天就停在24,500 那现在看回 看到左上个也有数 就是说 10天线24,300 20天线23,900 50天线 就刚好 24,600 左右的位置 所以看到50天线 暂时都受制比较大的阻力 再看上去250天线 其实就25,500 几点 刚刚还差1,000 1,000 应该就会突破下一个阻力位 但是要如何突破 现在这个50天线阻力位 都比较有难度 那为什么呢 成交不配合 刚刚说过很多次 那就是说成交怎么不配合 少过1,000亿 真的是一个指标 之前都说过 其实成交少过1,000亿 就很难调到过市升 尤其是现在 乌水又回来 其实又多了阿里巴巴 就是那么多新的蓝筹股 其实现在这些被动资金 也好 主动资金也好 其实你已经是流向了 多了入股市 但是也不够了 那就要小心 可能真的市场比较闷 可能近期要先停一停 还有为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下星期二 11月3 再下星期二 11月3日 就将会举行 那暂时如果现在 可能真的 你买货买货也好 都可能属于短炒性质 那未必令到大蓝筹那么多移动 所以见到近期多个重磅 或者强势的蓝筹股 升下升下到今天 就差不多停一停 所以今天才有点提 就说50天线就有阻力 所以那意思 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 就真的等到大选之后了 因为现在的民调 美国大选的民调 就从来都不算太准 因为计算选举人票 你又不知道拜登 拜登可能支持得多些 但是计算选举人票的时候 就可能 相关力敌 所以 跟当年英国脱钩一样 未到最后一刻 都不能断定 而且真的哪个当选都好 都有机会令市场 有些消息的层面出现 虽然说特朗普当选 可能会对美国经济 或者美国股市有利 但另一方面 可能对中国方面 中美关系有影响 到时又可能令港股滚下来 另一方面 如果拜登当选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会 炒了这个好消息 又可能会反过获利回吐 其实是任去炒 所以暂时看到市场 都好像习幅上落 今天就想说一下 刚才说了 很有同心的奇利断金 题目就是 奇利断金法 是否真的可以夹上去 可能要靠两只股 第一只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今天 真的再升了一点 升到上最高$300.04 收市$299.04 终于最贴近$300的边缘 由$190.04 我们已经说了 一直升上去 现在看到升到上$300 可能要再等到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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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市场已经是10月20日 今天还有三个星期 又到双十一了 即是电商的旺季 所以又炒定了 所以看到股份上升动力 一直都有 但升到$300 可能真的要停一停 升穿了前浪顶 但是看到升穿了之后 可能要在$290至$300 这个位置 可能要先站一站 因为要再等到新的消息 例如一些业绩 或者一些大行 再公布新的数据 唱好或者 如何明看方向 才能再看得到的 因为双十一只有三个星期 炒定钱是正常的 但现在真的三个星期 真的早了一点 但是趁着这个位置 都可以先看清楚 而且有传马蟹集团 可能要等美国总统大选 消息明朗化 才敢来香港上市 可能这个消息 都要有待证实 所以现在还是先看清楚 但如果真的上市 就一定是对阿里巴巴利好 但利好程度反映了多少 其实我觉得反映了差不多大半 所以如果现价想短差的话 都不妨再等多一些 2%至3% 可能会拿回295元以下 先卖一点做短炒 另外腾讯 腾讯反而走势表现 就一直近这三四个月 其实都教阿里巴巴 就差一点 上到560元 565元这个位 即是前浪顶的高位之后 曾经升穿过的 上到570元 这个历史新高 之后跌下来 今天但是 都有些好消息支持 最后都由跌转升 最后升了3元 收市部564元 为什么呢 因为有调查机构 Sensor Tower 就公布了最新的 营运数字 就说 腾讯的王者荣耀 和Pubg Mobile 即是绝地求生 黄平正经 就浪费了全球 9月份 即是游戏收入的 头2名 都是继续 腾讯独知毛头 市场预期 第三个业绩 下个月中 下个月中 将会公布 所以预期第三个业绩 都会有明确的 收入增长 现在市场的调查报告 或者研究报告 刚刚最新一份 汇丰证券研究 就是说 最新预计第三季的收入 会有超过38%的 按年增长 比较有强劲 亦提升目标价 到$687 再之前$660-$650 再升上去 即是大行 继续看好腾讯的前景 但是市场暂时 好像都是插入 电商概念 阿里巴巴多一点 腾讯少少落后 但是首先 如果想真的 跟进腾讯的话 都可能要看 它升出了575元 这个位置 才可能要再留意一下 570元 即是前浪顶 565元 的阻力位 因为其实 看见受制了很久 记得升穿一次 之后 就回落了 暂时看到资金 因为可能是大价股 市场还未升 可能真的等到 好友一起发工之后 尤其是 腾讯现在是占比10% 比重的股份 阿里巴巴也叫5% 也可能没那么大的阻力 但是腾讯真的 升又是靠它 要回软又是靠 要调整又是靠它 所以 资金方面 除了因为新经济股 这个概念之外 还有市就不就 也是对腾讯 比较影响大的原因 所以 先让腾讯的表现 比阿里巴巴差点 再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 有朋友问883 7.29有货 即是中海油 有货 现在是否可以 有货 现在是否可以 看回 其实内地 油价格 现在是40元 左右 纽约 其油价格 再跌下去 其实对内地的油价 是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内地有一个 地板价的政策 即是说 只要油价 国际油价 在每桶40元 的楼下 也好 多少钱也好 内地的油价 都是每桶40元 美金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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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的水平 即是有一个保底的政策 所以 其实再跌下去 其实 这些油股 是不会再有大的 就是 虚钱的 原因 但是 反过来 有问题 就是 你一直在低油价 概念的时候 就是油股一直没有钱赚 所以 为什么油股 今年那么差呢 就是这个原因 看回中海油 现在它的走势图 其实就不算太帅 都一直在低位 一直在沉 但是 还没跌回去 虎油价的位置 那时只剩下5-6元 的时候 比较害怕 但是 看见 8月中开始走向下降 其实现在 7.2元多 如果要 买了的朋友 真的要定回止蚀位 7元左右 即是6-8 至7元左右 定回止蚀位 上网也未必太多 可能因为 前浪顶 看到 就是 这个 8元左右的水平 8.1元 8.2元 但那个位置 应该是比较大的阻力位 而且 由于其他 现在很多平均线 几条 50天线 都在8.2元左右 所以可能8元左右 已经有些比较大的阻力位 如果真的想设置指赚的话 看到8元 就真是最好先走了 即是有货的话 另外 今天升得很厉害的1211 也有朋友问我 1211今天升了十几元 升了139.9 当然是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政策 汽车下乡政策 有多利好呢 新能源 他进了房子 即是说 我有份可以在那里 将车型推出到 三四线的城市 即是低线城市的时候 买车量 不用说 一定是很厉害的了 是不是真的刺激到比亚迪小头 那么多呢 真是有待观察 但是计算股份 其实由七月头开始 即是六十几元 现在升了一倍了 那今天那棍 是升得很漂亮的 那些阳烛 但是看到 升到最顶 都是刚刚140元 就跟前几天的高位 140多元 其实真的差不多 即是升上来之后 有机会真的可能 这个位 140元 暂时会停一停的 可能要再等一等 所以其实 现在看到140元 这个位 就不算太稳定 尤其是今天也升了比较多 可能要再等它下135元 那样 再尝一尝 再短炒一转 博145 升穿145 再博150元 这些位的水平 即是一成的短炒的波幅 但是如果 看到之前 如果设置止蝕位 或者什么 其实回到之前 大阳烛升上来的位 123元 这个位 即是135元 再有卖123元 124元 就要止蝕 因为如果这样回到来 比较急的话 也可能要看清楚 指示的幅度 另外 还有763 763 也是另一只新经济股 新经济股 中兴通讯 其实中兴通讯 之前也说过 中兴通讯 中兴也好 中兴也好 都是美国监控制 要制裁的对象之一 中兴那边 981 其实现在的晶片方面 都尘埃落定了 大家都开始消化了这个消息 但是中兴似乎 前几年被人制裁完之后 今次又传一传出制裁的话 市场的阴霾好像比较多些 即是股价的挣扎力度 比中兴真的弱了少少 暂时还在19.5元左右 今天是19.5元 看到曾经上过20.5元 但是看到下来之后 虽然好像暂时看到 17.5元的底 好像捉了底 但是 也不排除有机会 再下回18元的水平 即是再次再次 看看是否真的会看到底 所以如果现在未有货的话 可能真的要再等 下回19元以下 再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上一步消息 尤其是也刚刚说过 美国大选之前 特朗普这两个星期 有什么动作 其实是很难估 因为它收到多少材料 或者多少资源 可以利用 其实真的不知道 一个不过意 可能又打中国牌 就是拿一些消息出来 制裁中国某些部份的企业 或者影响到一些高科技的行业 其实都会令到这些 尤其是中心中心这些股份 其实最容易就会 避免到这些 看线或红线 所以也要小心一点 所以暂时就观望 18.5元 即是19元以下 才会再想一想 另外也有朋友问175 175 其实今天175 那些汽车股 其实 现在只是炒两只 一个是长城 一个就是吉利 但吉利 其实炒得不太厉害 只不过它是因为龙头汽车股 那都是炒什么呢 新能量汽车下香 以及刚刚说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9月的汽车销 其实很好 所以今天升 例如永达汽车 369 这些汽车经销商 升了一成 所以现在看到 汽车股 不是不行 汽车销售 是OK的 反弹都OK的 但只可以炒 那几只 即是 吉利 永达 美东 或者汽车股 就是长气和吉利 吉利 现在16.6 升了30% 今天 其实看回图 现在看一看 就在15元左右 其实15元 14.5元 15元左右 有个前浪底 一直都没有跌穿过 那个位置太多 所以15元可以做一个止蚀位 但什么时候买呢 其实现在看到 说回7月中 升了20多元 21元之后 一浪的高位 是一浪比一浪低 这也要注意一下 可能反弹力度未必足 还有 可能大家在冲景今年的汽车销售 现在这个增长其实都可以了 都收货了 但未必是7月那时候想的 即是下半年 谷经济谷得这么厉害 尤其是 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第三季的经济增长 按年增长4.9% 就差过市场预期的5.2-5.5 左右 所以其实都要注意一下 这方面可能是 好的方面 当然是 第四季内地一定会再大力吹高经济 有机会将经济增长 再推高到5以上 另一方面 大家都有预期心理准备 就是说 今季也是4.9%的时候 下一季未必升得太多 有或者可能会流力 下年才能冲上去 因为今年的数字 什么增长目标已经不重要 因为经过疫情之后 所有基数效应 或者其他的指标 其实都有一些乱套了 已经搞乱了 所以令到经济增长 或者经济目标 已经开始 要今年先撇除了 所以想想一下 这些汽车股 如果真的想谷 的话 可能新的政策 要到年尾 或者下年才出售 因为年尾有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会说一下 通常都会在这些时候 公布新的政策 尤其是汽车股方面 以前做这个汽车扣字税 都是在年尾公布的 所以都可以等多一会儿 下回16.5-16.3左右 其实可以短刷一转 目标是多少呢? 都是18元 因为前浪顶的位置 都是18元左右 16-18元这些位置 可能是暂时的环行区间 因为如果计算估值的话 其实吉利升了这么多 其实现在这个估值 又叫做合理 又不算太便宜 如果行业当炒 还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现在 刚刚也提到 美国方面这些新经济股 有机会受影响的时候 这些内需的旧经济股 有机会再上升 另外多个朋友 刚才问京东 还未先回答 京东 其实京东96-18 今天升了6.6 即未升0.26% 同样都是受惠 这是双十一概念 但见到股价 升了320元之后 暂时可以停一停 以及之前330元的位置 都好像有点阻力 那么它的情况 跟阿里巴巴差不多 但阿里巴巴 就更加多 这个马艾集团的衷径 可以注意 京东现在320元这个位置 附近就不算太贵 即又不算太便宜 又不算太贵 而且见到 在9月底的时候 见到底下 就守着上升贵 现在上升贵 底部就在310元左右的位置 如果不急着买的话 就可以看回到315元 312元这些位置 即是上升贵的底部 才贴着买 会比较稳定 一些 上网多少呢 上网都可能是330 340 即是左右 看看双十一这段时间 可以炒到哪里 因为都是网购的旺季 是炒就炒这段日子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6862 那是55元买入 那怎么看 6862 现在其实都见到 估价 其实上了60元之后 其实是跌下来的 内需经济股 今年就炒了 海底佬 已经炒了8-9个月 由十几元 炒到十几元 炒到十几元 现在上到五十几 六十元 还有没有炒呢 其实海底佬 今年的业绩 其实还在吃钱 下半年 可不可以扭规为营 不知道 但基本上 就应该未必会 因为见到中期业绩 也不是太帥 也虧得比较多些 但是见到 那份前景就不差 但是 内地现在政策 就说 要懂得吃 那就叫人 不要叫太多菜 又说不要浪费食物 还有 那些餐饮行业 其实炒充景 已经大致上 已经炒完了 现在见到 高位跌下来 好像跌了一成多 挺吸引 但是见到这个位 见到这个底位 其实见到 前浪底 见到可能是五十元左右 五十元左右 现在五十万元 可能就 叫中等 又不算太漂亮的位置 其实可能都可以再等 回调少少少少少 有没有反弹上去 可能有 但未必充得回 之前的高位 六十二元 因为见到六十二元 那个位 真的炒了所有的充景 他和一五七九二海 都是炒了这些 餐饮行业 就是报复性消费的充景 但现在一看 十一段时间 好像不太快 所以才 令到股价跌下来 那么多 所以如果五十五元 买了的话 最早定回止损位 五十一元左右 五十一元左右 就定回止损位 目标价 上网可能是五十九 六十元 其实这些位置 暂时可能是上一阵 因为也比较难 冲破之前六十二元的顶位 另外也有朋友问 九一六 九一六就是龙园 今天龙园跌了 今天跌了几次 其实看到龙园 今天跌了比较多 因为发行了十亿人民币短债 其实也要等钱花 但是之前看到 很多大行都看好 就说可以六个多 买这只股 其实看到 现在的股份 曾经飙升了 20% 十月头升了二十多 之后 现在回到这个位置 其实大致上 都反映了这些升幅 好消息都反映了 而且电力股 其实也是通常涨了一阵 然后 就会比较滑行 但是龙园今年 就涨了几次 每转都停两个月 然后就停一停 看回图 8月中 炒到高高之后 跌回一个半月 这次再炒一阵 可能十月到 即11月左右 都可能要还行 但是电力股有个好处 就是近冬天 用电一定会多了 所以 都会有一些资金 会炒一些内需的冲径 就将它炒到一些 燃气股 电力股 甚至其他发电股 都不出奇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 现价买了 就真的 都不太差 但是 记住 5.9厚的位置 好像见到几枝竹 都上不到 升穿不到 5.9厚至5.9厚半 这个位置 其实也要注意一下 这个水平 会不会是股份的阻力位 如果见到升不穿的话 即可能一天突然爆发的时候 上到5.9厚多 升不穿 可能要只赚了一些股份 还有朋友问788 中国铁塔都好像常常回答这只股份 中国铁塔今天又跌了5个先 跌了3% 其实见到股份 都说了很多次 就说 5G就真的炒的 可以炒的 都差不多炒了 中移动也好 其他电信商也好 其实见到就说 现在 机站就已经是去到 这些股份 去到水味才开始再炒 应该是下一浪才可以炒回去 现在炒什么 炒设备股 5G的手机设备股 手机股 因为现在出了5G手机 机站可能要等到 那几个月 就刚刚说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发各位再说下 下年5G基建加大投资 要放多少钱下去 才有机会令到铁塔再炒上来 因为现在见到股价 其实上不回 7月的前浪底 过4 其实就比较稀 尤其是跌下来过2 虽然是升了几天 但今天又立刻跌下来 反弹度就不足够 所以也要注意一下 过3这个位置可能是 比较低的水平 只是底部 但是 上不上过半就比较难 就是比较难 如果进入的话 可能在过3左右就进入 做一个中长线投资 因为这些股份 其实上市的时候 都是过2过3的时候 现在仍然是贴近招股价水平 虽然上过2个多 看到很漂亮 但2个多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炒 5G 未知的概念 就炒到飞起了 现在5G 大家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其实都 比较难说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朋友问1888 但这个问题就差不多了 1888 看到即层版 其实是12.3 其实建涛是近两三个月 其实表现非常好 尤其是大行 都在上调他母公司 就是建涛的集团 148的目标价 因为这只股 出名的现金流多 就是派息好 还有再加上 建涛精神版 现在准备在深交所 上市 其实都会利好股份的前景 所以都升了一阵 但是见到股份升了一阵 9月初已经炒了这个东西 所以升了一转 升到10元左右的水平 今次再升了一成 由10到几 再爆上12到几 如果现在再上网的话 其实见到近几天 都在走一个 叫做横行的水平 其实都好像留待法力 其实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也有的 但如果再爆一转 上13元左右 有股吃的话 也可以先吃了 因为其实见到累积升幅 下半年7月 看一看 就升了六成 其实对这些股份来说 六成的话 在消息层面 和充饮层面 多于技术或基本因素的层面 所以如果见到 升了12.8到13元 这些位置 其实再爆一只羊粥 就可以先吃了虎仙 那这些设计 再贪置下去 即是赚到就赚了 可以这样分析 那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周中 大家再见